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以这个为例子吧 先以这个邮寄为例子 先给大家把这个邮寄这方面给大家搞定啊 OK 然后的话呢 我们在正式讲内容之前 先问一下各位同学的基础情况啊 如果大家是零基础的同学啊 可以在公民上先敲个零 我看一下 好吧 如果你对于爬树呢 是有一定基础同学 自己做过爬树案里的同学呢 可以在公民上面敲一个一 好吧 我先看一下大家的一个基础情况啊 然后大家课前的话 没有加过这个近期老师的同学呢 记得在课前去加一下啊 咱们今天的这个 今天课后的一个录播 包括所有的一些安装教程资料 大家只要有需要的呢 都可以直接去找到陆陆 嗯 近期老师领取啊 好的啊 嗯 接下来的话 嗯 其他同学不愿意说话啊 那我也不知道你们什么情况啊 反正呢 我就按照一个零基础的一个标准 我们去呃 去实现啊 啊 当然好像不太行啊 因为今天是一个案例课啊 案例课 然后呃 是案例课的话呢 那么就代表着说 我如果我们要去呃 讲太多的基础呢 肯定就不太合适 对吧 那就成了一节 python基础课了 啊 所以就比较的难 嗯 嗯 那我们会把正常的一个爬通流程啊 啊 会带着大家走一遍 然后大家呢 如果在听课过程当中呢 有什么问题的话啊 如果反正你自己在公民上面提问就可以了 好吧 嗯 好啊 嗯 嗯 然后下面我们开始吧 嗯 首先当我们 拿到一个网站的时候啊 对 当我们实际上拿到一个网站之后 我们要做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 第一个步骤就是需求的一个分析啊 对 嗯 当然呢 其实我们这个需求是自己去定义的 对吧 那如果是按照一个你正常去接项目 对吧 你正常去做项目 那第一个肯定是需求分析啊 啊 就去分析哎 大概 对吧 有哪些功能 对不对 然后呢 呃 需要完成哪些内容 对吧 这个是我们正常情况下你要去分析的 对吧 啊 然后有哪些是必须的 有哪些不是必须的啊 啊 然后需要哪些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啊 这些是需求分析这一步你需要去确认的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打开这个网站之后啊 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呃 思考的这个 嗯 第二个问题啊 就我们现在其实已经确定了这个要求对吧 我们就是去采集这个邮寄 对不对 采集这个邮寄啊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干嘛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这个具体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实现 对吧 那么首先的话呢 就是我们需要呃 先来去分析一下啊 分析 对吧 抓包 就是抓包分析 这一步主要是干嘛呢 啊 这一步的话我们主要是找到 对应的一个数据来源 对吧 然后确定请求 对吧 确定接口 嗯 那我们就打开这个网站 打开这个网站以后呢 我们爬的是这个邮寄 对吧 那采集邮寄的话呢 我们就通过F12啊 打开这个Network 嗯 Network呢 是用来进行网络资源抓包的 对吧 只要我们在这个网页当中呢 能够看到的内容 咱们都可以进行一个资源的抓包 对吧 然后打开它以后的话呢 我们要做的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刷新网页啊 刷新网页会吧 啊 这个步骤不要漏啊 为什么不能漏呢 啊 你把这个步骤落了 你就找不到数据啊 好吧 因为这个Network 它是在打开以后 才开始去呃 记录对应的一个信息的 好吧 然后当我们刷新了网页之后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些内容以后呢 对吧 我们怎么办呢 啊 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去搜索 我们就开始去搜 点击这个搜索 在里面去搜对应的关键词 万一有人不会怎么办 不会什么 嗯 不会刷新吗 嗯 不会刷新的话我可以教一下啊 就是 首先啊 这个 嗯 我给大家搜一下吧 对 嗯 给你们找一个建位图啊 首先的话 那大家可以先按一下这个F12按键啊 可以先按一下它啊 按完它之后的话呢 对吧 我们可以通过F12啊 把这个工具打开 呃 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右键点击检查 把这个打开啊 好吧 也可以右键点检查打开 呃 鼠标右键啊 然后鼠标 对 对 假设这个是一个鼠标 对吧 呃 哪个是右键呢 这个就是右键啊 对 点击鼠标右键 然后呢 鼠标 左键啊 就是这个 这个按键啊 这个按键 点击检查 对吧 悬浮到这里啊 然后点击检查 啊 就可以打开这个工具 嗯 好吧 这是两种打开方式啊 呃 打开以后怎么刷新呢 你可以在这里按F5刷新 那可以按这个按键刷新 也可以 鼠标的左键 点击这个刷新 啊 也可以 好吧 这是两种方法啊 啊 打开打开这个Network 嗯 然后刷新一下啊 啊 刷新完以后的话呢 就会出现对应的一个内容 对 就会出现对应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从这个 我们接下来就从这个里面啊 去找对应的信息 对吧 呃 同样啊 鼠标左键 对 鼠标左键点击这个放大镜 看到没有 啊 或者说呢 可以选中 按这个Counter 加这个F 啊 先按Counter 再按F 对吧 按住Counter 然后按F啊 对 按住Counter 然后按F 在这个页面对吧 按住Counter 然后F 啊 当然点一下对吧 Counter加F就可以打开 然后呢也可以直接点搜索 好吧 OK啊 点完搜索以后的话呢 在里面就可以去搜索对应的内容 那搜什么内容呢 对吧 我们可以去搜 比如说这个 它的一个标题 对吧 我们可以直接搜它的标题 对 复制粘贴过来 然后去搜 对 呃 或者说呢 对吧 或者说你可以直接把这四个字打上去 好吧 嗯 然后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说怎么去复制呢 对吧 啊 先把鼠标左键按住 啊 然后往这里拖 拖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按Counter加C 按住Counter加C 跟那个Counter加F的方法一样啊 按住Counter 然后按C 就可以复制 然后呢 在这里选中 按Counter 按V 按住Counter 然后V 直接按一下 那就可以粘贴过来 然后呢 我们可以去点一下回车 回车是哪个键呢 是这个 Enter键 对吧 可以按一下这个键 或者说可以点这个 啊 点完就可以搜到内容 然后搜到以后呢 我们发现有两个位置出现了咱们的这个文本信息 对吧 那具体我们看哪个呢 啊 两个都可以看一下 点第一个 那么就会弹出这个窗口 对吧 就会弹出这个窗口 哎 但这个窗口里面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啊 有了啊 刚刚加载去了 啊 然后呢 我们再按Counter加F啊 Counter加F 然后把内容粘过来 那我们就能搜到对应的内容了 对吧 这是一种 这是一个数据的来源 然后另外呢 在这个包当中啊 他也有对应的这个标题 对吧 也有对应的这个标题 那我们具体去采集哪个呢 实际上 这个会更好一点 实际上我们去采集这个会更好一点啊 好吧 那我们就假设是采集这个接口啊 采集这个请求 然后里面的话会有一些参数啊 然后这些参数 待会我们都得拿过去 好吧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去访问的链接 对 它就是我们需要去请求的一个接口 嗯 然后呢 接下来啊 我们就可以 找到这个链接以后 对吧 我们就相当于已经确定了这个数据来源 已经确定了请求的接口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写代码了 嗯 然后呢 我们首先先import导入一个request 而至于这个软件的一个安装啊 和这个环境的安装 大家如果不会的话呢 可以去找这个近期老师 把咱们这边的一个环境安装的一个教程给领取到 好吧 好吧 然后大家没有加过近期老师同学呢 可以去加一下啊 好啊 然后我们首先导入这个request这个模块啊 嗯 它是用来干嘛的呢 它是我们待会会用来去发送请求的一个库 好吧 然后呢 我们来执行第一个步骤啊 发送请求 代码的第一个步骤 我们首先呢 先将链接给定义好 我们先将链接定义好 然后定好链接以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访问 对吧 我们再来访问 呃 那 通过request 点一个post 啊 因为它是一个post的请求 对吧 你可以看到 在它的链接下方 我们能够看到这个post 所以呢 我们在代码这里呢 也要用post 那当然呢 我们单独传这个呢 还不够 对吧 就是单独去把这个链接传过来呢 是不够的 啊 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参数呢 是需要传进去的 那么 比如说 这个playload 啊 这个信息 这个信息呢 我们得要加上去 好吧 那加的方式呢 是以这个json的方式去加啊 好吧 就直接给它粘过来 粘过来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json等于一个jsondata 啊 通过这种方式加 然后呢 我们再来复制一个header header的话就是这个request header啊 request header呢 我们就来复制一下这个cookie 啊 呃 保险起见啊 复制一下 然后第二个 我们就先这样来请求构建一下啊 构建好以后呢 我们再把对应的这个header也给它写上去 好 然后写上去以后的话呢 我们来搜一下它的这个响应啊 再来看一下 它给到我们的响应和响应内容 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内容 哎 啊 然后就拿到了 对吧 然后我们就拿到了对应的一个数据 对 然后我们这一步啊 这一步我们确定它拿到了这个数据以后 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在后面啊 后面点一个json 好吧 然后呢 它就是我们的一个新数据 啊 我们可以将这个info list啊 可以取出来 对吧 这样取出来一下 啊 这一步的话呢 是将这个里面的内容取出来 呃 因为这里面就是我们需要的那个邮寄的那个信息 对吧 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个邮寄的信息啊 啊 然后的话我们 把这里取完之后 呃 我们再继续往里面取吧 然后现在呢 我们可以去便利它啊 到这一步第二步 这是获取数据 然后第三步 解析数据 就是提取数据 呃 把我们所需要的内容呢 给提取出来 对吧 嗯 比如说呢 我们要取这个 嗯 取哪个呢 没什么好取呢 我们先取这个title吧 对吧 这是它的一个标题 取完标题以后呢 我们再取一下它的一个大致的内容 当然这个并不是说完整的内容 对吧 那只是一个大致的内容 然后ID也取一下 ID啊 这是它的一个ID 嗯 好 然后下面的话呢 就有一些什么 什么 这是图片的数量 对吧 这个下面这个是图片的一个数量 呃 其实这些参数也可以取一下啊 图片的数量 然后还有它的一个评论的人数 对吧 评论的数据条数啊 然后还有这个观看的数量 对吧 观看的数量 观看的数量啊 取出来 对吧 就可以大致把这些参数给拿到 啊 然后拿到之后的话 我们再将它打印出来 那么咱们最基本的一个代码 其实就相当于是写完了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是拿到的什么 哎 我们跑一遍 对吧 现在的话我们就拿到了 就把这些参数 该拿的都拿到了 如果判断第一个件Data 这里是 杰森还是这不算 可以看这里啊 嗯 这里有一个content type 就是在我们请求头的这个信息当中呢 有一个content type 它为这个jason 那当它等于就是这个jason 设置了这个jason格式的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你就可以直接使用这种jason的方式去传值 然后里面这个值 然后里面这个值可以是字典 好吧 那如果你这里呢 不写成一个字典 你可以怎么操作呢 大家看啊 你如果给它写成字符串 对吧 写成字符串呢 现在我们去跑的话也是会报错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里就改成一个data等于jason 那它就可以拿到了 对吧 你看吧 你就给它改成字符串 如果不想给它改成字符串 就想要给它来一个字典的话呢 你就用jason的方式去传 那如果它是 如果它这里不是等于jason呢 对吧 如果它这里不是等于jason的话 那么这里 你就直接用data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写字典就可以了 对吧 你就直接用data 就没事 啊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情况吧 好吧 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请求 这个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请求体 请求体的格式 是由这个请求头去控制的 啊 所以呢我们在看到这个请求头 它里面呢 有这么样的一个内容的时候 哎 我们就可以去使用这个 jason的方式 好吧 啊 然后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相当于是干了什么 到现在为止 我们是说 哎 请求了 列表页 对吧 然后获取了一些 比较简单的信息 对吧 那当然其实你也可以把他的这个 作者的这个名称取一下啊 这个作者名称其实 嗯 取一下吧 这是头像啊 耶 对吧 对吧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还有两部分的功能要去实现 第一部分 它有详情页 对不对 啊 它有这个详情页 详情页里面呢 有这么一些详细的信息 对吧 然后呢 除了详情页以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什么 以及什么 以及这个 列表页的翻页 对吧 列表页的翻页 啊 这是我们后续要做的两部分的功能 啊 详情页的获取呢 就是这里面 呃 信息还是挺多的啊 对吧 这里面信息还是挺多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 先分析列表页 还是先分析详情页呢 嗯 先分析哪边呢 都行啊 我也知道都行啊 实际上你先分析哪个都可以 对吧 我们可以先分析这个详情页吧 先分析这个详情页啊 我们可以先刷新一下啊 在这个页面刷新一下 然后刷新完以后呢 我们随便找一个内容复制 然后粘贴搜一下 然后你发现 这些信息的话 它是网易元代码 对吧 它在网易元代码里面 啊 这些信息它都在这个网易元代码里面 啊 所以这事呢 可大可小啊 可大可小这事 对吧 那它都在这个网易元代码里面的话呢 首先我们看它的链接啊 它链接和这个是一样的 对吧 啊 链接和这个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东西 我们得要想一下啊 得要想一下 首先的话 这个详情页链接是怎么跳转过来的 对吧 啊 这个详情页链接 我们怎么样能得到 对 对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有这么样的一个ID 对吧 这个就是详情链接的这个ID 但前面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对不对 前面这个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 它是那个地址 对吧 那这个是宁香 然后这个是 秦州 对吧 银香秦州 然后有啊 这个应该是张家界 对不对 那么这些内容是哪里获取的呢 对吧 这些内容是从哪里获取的 我们是不是得去 要么的话你就直接去构建 对吧 要么的话你就 你就直接干嘛 你就直接去找它的来源 对吧 这个你是要找的 我们来搜一下 看这边有没有 然后你发现 好像是有的 对吧 好像是有的 因为它这里好像 其实就已经有它的一个详情链接啊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它的详情链接 对吧 是吧 这个就是它的详情链接 那我们实际上 其实就不用取这个ID了 我们可以直接取它的这个详情页 对不对 我们可以直接取它的详情页 就不用它的ID了 那 对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拿到它的详情链接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访问它的一个详情链接 对吧 我们再去访问它的详情链接 哎 来通过这个request点一个 get 对不对 然后把链接传进来 当然headers的话呢 最好写一下啊 请求完以后点一个test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detail 详情页的一个网页元代码 好 我们先简单的先请求一次 看看它能不能拿到这个网页元代码 好 然后我们发现呢 确实把这个网页元代码拿到了 对吧 确实把这个网页元代码拿到了 那么这个网页元代码里面 有没有我们所需要的这个信息呢 对不对 有没有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数据呢 对吧 这个还得去确认一下 怎么去确认呢 我们通过浏览器去访问一下这个链接 通过浏览器访问 访问完以后呢我们刷信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对吧 我是可以搜到这个标题的 那么代表呢就是没有问题 然后呢我们请求到它的这个详线以后啊 我们再来取一下 哎 它有多少个喜欢 因为评论的话我们已经在这个外面得到了 对吧 那我们就取一下 哎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评论数 对吧 我们来取一下它的评论数 对 那取它的评论数呢 就 用这个 class的方式 好吧 用这个css的方式啊 用css的方式 那我们就 导入一下那个puzzle 这个crew 导入完以后的话呢 我们在这儿puzzle 点一个大写的select 然后把网页人代码传进去 然后我们接下来用select 点一个css 里面的话我们就写刚刚写好的那个语法 就写这个 对吧 然后获取它里面的一个test 点一个get 那么这是一个 like的一个number 对吧 like的一个number 就是喜欢的一个number 点赞的一个number 然后 然后呢我们再获取它游玩的这个天数 对吧 获取它游玩的天数 那么就是在这个里面 啊我们把它改成点啊 点它里面的一个 div 里面的一个span 对里面的一个span 对吧 然后它这个span的话 就比较的奇怪啊 就比较的奇怪 比较的奇怪 比较的奇怪 啊 它既然这么奇怪的话 我们就直接将它整个 整个的这个全部都拿出来啊 拿出来再说 对吧 直接将它整个拿出来再说 那管他3721全给它拿出来 点一个getout 然后用这个自伏串拼接的方式 对吧 点一个join 对不对 对不对 直接给它拼起来算了 它反正这么奇怪 对吧 直接用这个空格 或者说用这个 用这个逗号 对吧 用这个逗号给它拼起来 这个的话就是一些 详情的一些信息 对不对 啊 info吧 我们就用 我们就用这个info来 呃 当做这个 标签啊 然后的话 然后的话 我们再取一下它的内容啊 就它下面这整个的一个内容 对吧 下面这整个的一个内容 那么这整个的内容呢 在这个 c t d content 里面 对吧 那我就可以直接将这整个 content 全部都给它拿出来 就可以了 是不是 我直接一个select 点一个css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只能匹配到一个 对吧 然后匹配到这个内容啊 点一个它 点完它之后 我们要取它里面整个的一个代码 那我们就直接点一个get 直接点一个get 然后它就是一个content 内容 好吧 是一个content 上面有一个content 是吧 上面有一个content 呃 它是一个subcontent 啊 就是一个短的content 啊 就是一个短的content 啊 嗯 然后它的一个info 好 然后这个content 我们也可以打印出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打印一下吧 嗯 然后发现取出来的话呢 呃 没有太大问题啊 但是 它这个 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啊 把它的前后的空格去一下 因为它中间有换行 对吧 那莫名其妙就到了第二行来了 然后把它的空格去掉 那它就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content 打印一下啊 是吧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将它的整个的这个content 网源代码给拿到 然后这个网源代码实际上呢 呃 作用不大啊 作用不大 对 只不过就是取出来啊 告诉大家哎 这样的话可以我们可以把整个的网源代码给拿到 是吧 拿到它之后 它这里有地图啊 这个地图不用管 然后下面其实都是一些内容啊 对吧 下面都是一些内容 然后如果你要取它的这个评论啊 对吧 评论的话也诶 评论就是另外一个包了 看到没有 对吧 你可以去请求另外的一个接口 对吧 这个评论的话我们就不讲了 这个评论我们就不讲了 你如果想取的话 你就看看它里面要传什么参数 对吧 然后就怎么去请求 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注释掉 然后呢 我们再去运行 是吧 是吧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 呃 咱们当前这一页的所有内容了 对吧 所有的信息啊 然后我们把这些打印出来了 那么打印出来以后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再来呃 执行一个另外的一个操作 啊就是关于咱们列表也这边的一个翻页啊 听到这里咱们前面讲的这个内容 大家没有问题的同学在公民上敲个一我看一下 好吧 然后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现在在公民上面问一下啊 Wear a Look- vi好这 A-E-B-M-A-K-E-Y-N-C 你 CIA个 leap逮捞一下 其他同学都有问题是吧 都有问题也不说话 行吧 习惯了 不说话就不说话吧 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再翻一下页 翻完页以后呢 我们来看翻页的参数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翻页的参数有这个东西 在链接方面 它的变化就是这两个 除了链接以外 它这个配置发生了变化 这个应该是没有变化的 Head是没有变化的 然后它这个请求体的话 它只变化了这个PageIndex 对吧 它只变化了这个PageIndex 但上面这个呢 它就发生了还蛮大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说 如果我们把刚刚这个参数 直接给它删掉呢 它能不能请求得到呢 对吧 如果它能直接请求得到 那么我们就可以不分析那个参数 然后我们发现 确实也能请求到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试一下 如果把这个1改善2呢 再来访问 再来请求一下 它能不能拿到第二页的内容呢 那很明显 可以拿到 对吧 很明显它可以拿到 那么其实这个参数 我们就不用去分析了 对吧 然后我们就可以干嘛 然后如果是我们要去 执行一个翻页的操作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 针对这个json data 去进行一个更改 对吧 一共是有5页内容吗 一共是有5页内容 就这么点 那我们可以来直接一个 for page 一个range 从 一共是5页 我就写个5 对吧 它最后一页的话 这个请求实际是写的5 是吧 好 然后这样 缩进一下 缩进以后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 改成一个page 加1 好吧 改成page 加1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实现 一个翻页的一个采集了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实现 一个翻页的采集了 然后呢 我们把这些信息 我们先来试一下 可不可以啊 然后代码的这个请求呢 就基本上搞定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保存一下数据啊 将这个数据保存为一种表格的形式 首先呢 我们先在上方啊 来新建一个 叫协程攻略 点一个csv modal的话 等一个a 然后我们直接用csv写的话就这样写啊 我们把这个内容给它放下来 然后把这些东西 直接以一个列表形式传进来 然后content也传一下 然后再把这一行 给粘过来 粘过来之后呢 把引号都加上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去用代码的方式请求 然后等它跑完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就 能够拿到它的所有内容了 对吧 先让它跑一下吧 还挺大的 因为那个content比较大 嗯 好 然后跑完了 我们双击点开看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很多的数据都有点乱了 对吧 有点乱了 下面这些数据 全都乱了 我们用这个看一下 这整个内容全都乱套了 但它这个数据还是没啥问题的 数据还是没啥问题的 嗯 content的话还需要经过一个处理你才能传进去啊 不然太乱了 太乱了 如果你不传content的话 它的这个效果就要好很多 看起来这个样子就要好很多 对 然后这是关于我们的这个 呃 邮寄的一个采集啊 讲到这里有同学可能会有一些疑惑啊 说 哎 你爬这个有什么用呢 对吧 啊 采集这个有什么用呢 啊 其实 像我们 讲所有的观看课啊 讲的这个 呃 爬松的一个小案例 呃 基本上的一个目的啊 目的是在于 让你 能学到一些 知识点 对吧 而不是 以爬数据为目的 对 而不是以爬数据为目的 好吧 那实际上的话呢 那说老师呢 那市场上有没有这种爬数据的需求呢 有 而且很多 明白吧 啊 像我们今天可能说爬的这点数据可能大家感受不到啊 说你爬这些内容 对吧 那我究竟说爬这些东西 我有什么 对于我个人来说 或者说对于 呃 谁谁谁来说有什么用呢 对吧 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作用 对吧 但如果某一天你 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对吧 你收到了这样的一个需求以后 那它其实对你来讲 它就是有用的东西了 对于是有用的东西了 对于是有用的东西了 对于是有用的东西了